嗨 大家好 今天禮拜二 我们就很高兴大家准时收看国民大会 我们第一位来宾是兵哥 大家好 第二位是太过分了强哥 舒适圈 强哥你为什么突然好端端的 台风还没有来 你先中箭 我也有点讶异 因为我其实看到新闻 我认一下 我想我到底是不是有说错什么 他看一下 发现可能一些误会 我觉得因为基本上那个金石行长 可能因为他负担选务 当然我们要尊重他的辛劳 但是因为他在讲的那些事情 包括大联盟 包括大决选 大联盟其实是朱立伦主席在 全代会提出来的 所以我是在政论节目上 我呼应朱立伦的大联盟 然后陈长文不是写一篇文章 呼吁要在野大决选 那我也在政论节目上 comment了在野大决选 所以可能金石行长就可能有点误会 我就解释清楚就好了 那你怎么看他说你在安全地区 舒适圈还讲这么多 没有 我觉得你这个选区 到底是不是舒适区 每个人评价你都要尊重 但是在任何选区 我想我至少在大安区 还蛮有自信一件事 就是我的这个努力度 不舒适度跟勤劳度 应该还算是在大安区蛮有名的 我大概跑行程真的跑得非常扎实 所以选区的这个结构如何 我觉得是一回事 但是心态上基本上是全力以赴 所以这个我倒尊重 我觉得每个人对你怎么评断一个选区 是什么样的选区 尊重就好了 强哥你很客气 你应该向他说 我以前在各地方辛苦的时候 你在哪 没有啦 其实因为最主要我的想法很单纯 就是说我也曾经参与过总统大选 我知道操盘手是非常劳心又劳力的工作 那所以因此我觉得大家就多体谅他一点 因为他现在是其实是侯友宜选总统的最核心的人物 那我是国民党一份子 我当然是支持侯友宜嘛 我也希望侯友宜能够胜选 领导国民党 引导这个台湾能够实现第四次政党轮替 那因此我觉得金执行长他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就是虚心接受啦 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那还是赶快回归到选战 那因此我想就检讨自我检讨 想跟大家有个最核心的问题 因为换猴这个议题已经暂时过去了 下一波也许他如果真的太烂 可能会再来一次 不过目前是个阶段里面 可能国民党面临一个很可能造成国民党 会分裂内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对待柯文哲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现在朱立伦在中全代会那一天喊出来是执政大联盟 金扑聪他代表他自己跟侯友宜提出来说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也不知道朱立伦要讲这个 都没跟我们沟通 高层之间已经没有互信到这种程度 因为现在也不知道到底他金扑聪讲的代不代表侯友宜 理论上应该是 那国民党会到底要怎么选择 要跟柯文哲合作 甚至有人说要尊科 又或者说不对 柯文哲就是我们敌人 我们要把对他吃掉的票抢回来 你怎么看 我这样讲 我真的是你看我街头演讲 之前初选的时候 一天三场街头演讲 早中晚 送车然后跑李林活动 扫市场 我跟大家讲 我真的在 我们是实际在选战最前线的 我直接说 期待政党轮替的选民多 还是期待国民党重返执政的选民多 前面的人 当然前面嘛 前面六层嘛 我直接跟兵哥嘛 你觉得嘛 你觉得现在台湾民众做民调 期待国民党重返执政 大概民调会是多少 前面六层 后面大概三层 三层算很客气了吧 恐怕不到两层 对嘛 我讲国民党客气 我给你三层嘛 对不对 可是支持政党轮替是六层 六层以上 那我今天不讲说 国民党应该引导民众 这个重返执政 这个或是政党轮替嘛 其实就是韩国瑜那句话 我就讲最精确 在侯友宜的领导之下 实现政党轮替 下架民进党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说 下架民进党是国民党的任务 但是由侯友宜来完成 这是我们国民党的责任嘛 所以应该两段是结合起来 那可是你今天如果说 我们一直执着说 我今天要国民党重返 一定要和侯友要赢的话 其实你反而会跟这个民意 希望政党轮替的主流民意 会脱节 所以那我就 又要进那个 强哥那你说你觉得说 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到底要怎么 怎么 跟他合作呢 遵他呢 还是说 跟他来抢票 其实坦白讲 我是蛮认同陈长文的idea 当然金执行长今天对我的认同非常感冒 所以他可能就有点批评 可是我觉得我是国民党一份子 你国民党所有政策 你只要明文指定下来 对不对 我一定遵守 因为我是国民党一份子 可是不代表说 我今天不能够去谈 我觉得什么样的方法好 那我举个例子 你今天柯文哲跟侯友宜 为什么 谁说是柯正侯夫 侯正科富啊 你今天现在到11月 登记前 你还有好几个月可以拼嘛 侯友宜你有点志气嘛 柯文哲也有点志气嘛 对不对 你就去努力嘛 那照陈长文的说法 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公正平台嘛 你这公正平台 当然能够协调整合用协调方式 如果两个能达成默契 我觉得很难啦 谁赠谁赴就很难讲嘛 对不对 柯文哲觉得我民地要高 我为什么要赠 为什么要赴 国民党觉得我县市的执政那么多 我的立委的候选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赴 所以你用人来协调 你就会发生有协调的困难 可是今天如果说有一个 所以第三方公正平台出来的话 也许就有机会了 对啦 我觉得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就是谦和做一下 今天那个丁特真的蛮厉害的 很会写 就酸他们了 对 他说他终于深刻体会到 在民主社会里面 必须要强力地监督在野党 对 所以丁特现在要监督你们民众党 跟国民党 真的 丁特真的是很厉害 不过他被挖得很恐怖 连他的什么 什么以前的 跟谁怎么样 把全部都挖出来 我平常就这样搞 不过他以前本来就有很多被经营了 很多事机 可是那个实况主是不是 实况主越是这样子越受欢迎 我会监督在野党 对啊 他说这个本人依然会对民进党 事实效忠 绝对不敢在公共场合批评政府 挂号 如果是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 对 我会认真的监督在野党 然后他还说 Google一下 2014的318学运 我有发文 一路骂到国民党到2020年 因为骂到韩国瑜还跟父亲翻脸 他说他出来混口饭吃的 他说网路上开